知名作家穷瑶,近日因丈夫皇冠文化集团创办人平心超前妻林满珍,出书往事浮荒,揭露了如何渗透前夫婚姻,进而从小三浮镇了经过,震惊于乐圈。 她沉默一天后,终于出生,并提欧出一段和尚开示图帝的短片,几率飞险的宋词《小崇山》,正面板机原配指控,穷有先在开头,怀念过去将她制作,拍摄成电视剧的名道刘莉莉,知道刘姐走了。 这一天并不安宁,思念刘姐,也想到一些前人重述后人乘良的问题,不慎感慨接着话锋一转,又附上一段韵飞写的《小崇山》。 直言这是她目前的心情写照,并称文末还有一段短片,我命名为《问世间情为何物》。 有深深哲理,细看,细思,八十岁的琼瑶,被林婉珍指控,她在刚出版处女作时,以新锐作家身份,收邀到平家作客,之后她靠窗外成了畅销作家,便从高雄到台北居住,还在平家对面租屋,最后发离,就是她渗透平家的开端。 她会穿着新买的衣服,来问平心涛好不好看,特地打电话问南方,我在吃牛肉干,要不要从电话里送一点给你吃,原配正在五斗柜,找到她写的情书。 穷瑶还被指控,当年以我的三个孩子有爸爸,她的孩子也有爸爸,四个小孩都有温暖的家,如果改变现状,大家就都不幸福了。 她的说法,要林婉珍接受那儿女士一夫的状态,最后更让平心涛逼着林婉珍签字离婚,结束纠缠十多年的三角恋。 她也顺利从小三不正,成为平家新的女主人。 她的女主人。